视频开始之前,请大家闭上眼睛,感受一段特殊形式的电影。 在家柜台后懒散地抽着香烟,隔壁旅馆的老板走进这家叫王子印度神油的保健品商店。 老称,房东电话要打我那儿了,我说你没开门,是呢,房东赶紧付吧,交不出来啊,趁那没钱了,东西卖得又不好了。 好了,大家可以睁开眼睛了,相信很多同学能猜到刚才大家体验的这种,得有解说的应该是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专门制作的。 对,这个就是盲人群体。 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,看电影是个太正常不过的事了,剧目影厅的震撼失效,环绕力体验的身临其境,加上剧情走势的百态人生。 多方位的感官参与,采有了一个完整的观影体验。 但对于看不见的人来说,光靠听对白和背景音乐,是不太能准确地想象到视频画面的,而且最重要的剧情故事,也顶多是一知半解。 普通电影很难让视障人士有个非常完整的观影体验。 其实在这之前,我曾没听过这种无障碍的观影模式。 刚好前影片在B站上看到有通讯研究院的直播,才发现原来有盲人影院这种特殊的观影模式。 就比如直播中有提到的心目影院。 一开始建立的,包括到现在我们还在坚持做的这样一个项目。 你比如说心目影院。 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,王伟丽在看《终结者》这部电影的时候,正好来了一位盲人朋友。 王伟丽觉得,既然来都来了,那我边看边给她讲这部电影吧。 结果这电影一讲起来,王伟丽觉得自己前言不搭后语,又得说对白,又得说画面,感觉太乱了。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 本以为自己讲的太烂,会遭盲人朋友嫌弃。 但是盲人朋友的反应却十分强烈,脸上,手上都是汗。 一把抱住王伟丽就说,这是她三十多年来最快乐的一天。 2005年,王伟丽创办心目影院,免费给市场人士讲电影。 用讲述的方式,补选音频之外的电影画面和剧情,让看不见的人应听的方式达到看的效果。 虽然是一次无心自觉,但心目影院的成立,让盲人朋友看电影这件事,成了一件一定要去做的事。 从最开始三十多频的家庭式影院,到现在的正式影厅,越来越多的盲人朋友知道有心目影院的存在。 在全国很多的城市,也逐渐产生了这种特殊的盲人影院模式。 但出门看一次电影,对于很多市场人士来说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特别是这种特殊的影院,目前还不是很多。 所以这种线下的电影,能不能搬到线上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 因为疫情,诸多电影选择从院线搬到线上。 无障碍电影也是一样,最近几年,各大视频网站APP也都陆续推出了无障碍电影频道。 有的电影资源多一些,有的电影资源少一些,但基本上都是院线大片,口碑和质量都相当不错。 但是当我去体验这些电影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 就是有很多人误入这个频道,不明白电影中为什么会有解说的声音。 甚至还有人发弹幕,要就把解说的声音给关了。 那我们做这期视频的目的之一,也是希望能把无障碍这个词给传播出去。 让大家知道,有这么一批特殊的人群对于无障碍电影的需求。 而下次能碰到这种无障碍词汇,可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。 网络上是这么解释无障碍的,是指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阻碍。 活动能够顺利进行,特制环境或制度的一种属性,即一切有关人类衣食住行的公共空间环境,以及各类建筑设施设备的使用。 都必须充分服务到不同程度生理缺陷者和正常活动能力衰退者。 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,切实保障,人类安全,方便,舒适的现代生活环境。 简单说,就是尽可能的把所有人都给考虑进去。 就比如看电影,视障人士看不见电影画面,那就想办法克服这个群体的困难。 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,也能去享受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体验。 当然,无障碍不光只有视觉障碍,还有听觉障碍,行动障碍,年龄障碍等等。 除了前面讲到的无障碍影院,在直播里我还了解到了智能盲障,无障碍办公,无障碍输入,以及老人的一些线上无障碍应用。 其实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,基于大数据,AI算法,全球定位等等这些在为平常不过,我们每天都可以享受到的东西。 如果能运用在无障碍的项目中,一定是非常有用的。 就比如,直播中有讲到智能盲障,但从一个用户来说,作用可能没那么大。 只是多了一些智能的附加功能,但基于大数据情况下,更多的人来体验这个东西,那就更利于这个产品的开发,推广和改进。 哪里的路好走,哪里需要盲障碳路,哪块有盲道,更利于出行,等等。 这些都是基于现代科技环境下所能达到的一个应用场景。 还比如无障碍输入,输出,输入方面,通讯发布的无障碍输入全方案,视障输入,支障输入,长辈输入,等等。 搜狗最近推出的眼动输入,只需要眼睛动一动就可以完成输入,那输出方面就更不用说了。 其实最令我惊讶的是,现在很多机器语音,竟然可以模拟语气,给声音添加各种各样的情感,那这种就是科技给人带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。 无障碍是今天额场科技向上创新出的一个重要主题,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活动,才让我知道了无障碍这个词到底是什么。 现在其实有很多门户网站,APP等等,也都添加了无障碍的功能,更多的人,更多的企业,组织,也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。 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,作为普通人,更有义务和责任去完成完善无障碍体系。 科技进步源于人,终服务于人,在如今什么都快的节奏下,如何用科技创造更多的便利,让那些有需要,且没办法快的人,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便利,顺畅,没有障碍的生活,也是科技进步的必要使命之一。 当然了,科技向善,人更应该向善。 希望这一天,能早一点到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